白色小禮服称出優雅氣質 他是牙衣千金林茲瑜 沖上服飾品牌 曾號稱每個月製裝費200萬 簽訂投資知名服飾品牌爆出糾紛 撕破裂弄上法院 更出面內訴遭騙4000多萬 陳冠宏的好朋友 那已經不好了 那時候有因為很信任他 然後幫他背了700萬左右的債 然後後來還被他踢掉 就是叫他走這樣子 一想到被騙還是氣氛難平 看看原本易張張跟負責人陳冠宏 以及總監蔡坤林的合照 看來三人感情很好 林茲瑜無法接受投資受騙怒告詐欺 不過林茲瑜為了籌開店資金 還盜領母親存款3000多萬 遭母親提告 現在的好朋友 他的合作夥伴 也有用他自己家裡的貸 拿家裡的房產去貸款 也貸了大概有一兩千萬 有人會告訴我說 其實他這個合作夥伴 有可能下場也會 像他之前的好朋友一樣 爆出盜領母親好幾千萬存款 林茲瑜認為自己委屈又無奈 說是被兩位撕破臉的 昔日好友慫恿 如今台北地檢署認定 三人都是共犯將三人起訴 至於林茲瑜指控投資 造假部分 檢方認定屬於民事糾紛 記者揚州省黃子鳳台北報導